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香港在早兩天宣布推出內港議,被大陸及澳門的人去香港免隔離,但澳門這邊沒有反應,都是照舊,香港人去澳門還是要隔離14天,而今日又推出新政策,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他講了些什麼。 澳門政府調整逗留香港非居民外國人入境措施,在香港長期居留的非居民外國人如果是符合條件就可以申請入境澳門,9月15日開始接受申請,最快20日就可以入境澳門。 衛生局傳染病協調員梁逸好說,近期香港疫情已受到進一步控制,所以有條件放寬在香港長期逗留的非居民外國人入境。 允許入境前21日未曾去過內地、澳門及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的人,如果是符合下列條件的非居民外國人就可以申請入境。 這裏指的非居民外國人指的是香港人,第一就是已經拿到澳門有權限機關發出的居留許可人士,第二就是已經取得澳門有權限機關發出的外地僱員身份的人, 以及逗留許可還有以工作為目的入境憑證的人士,以及拿到居留特別許可的隨行家屬,第三就是澳門居民的配偶或近親, 第四就是來澳門參加重要商務、學術或專業活動的人士,第五就是已經取得澳門高等教育學校六槌學生, 而為了減少有關人士對澳門傳染病風險,12歲或以上的人必須出示香港特別行政區認可已經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程序證明, 或是不適合不必接種的醫生證明。 如果獲豁免的人士入境時就要出示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入境後仍然需要接受14日醫學觀察措施。 而另外澳門居民的配偶或親屬就要由澳門居民作出申請, 來澳門參加重要商務、學術或專業活動的人士就必須由澳門機構或企業作出申請, 申請可使用外國人豁免入境限制的申請系統申請, 19月15日可以開始接受,最快20日可以入境。 他今次公佈的是香港外地人來澳門都仍要隔離14日, 而且還要加多一點就是要他打了疫苗才來到澳門, 以及那個來到澳門的人, 還要入境前21日沒有開過中港澳三個地方。 按照他現在這樣說, 其實想他在短時間內放寬香港人來澳門, 看法都應該是好難, 因為現在就算是外地人經香港來澳門打完針, 都還要再隔離14日, 口講就說放寬, 但其實跟之前就分別不大, 因為要隔離的話基本上好多人都會選擇不會到處走, 除非有些工作或家庭原因才會出來。 所以在這一點上來看, 澳門對香港方面這個通關部分都是好小心。 那你們覺得今次這個政策有沒有什麼特別用意呢? 又或者你們覺得有沒有必要這樣特別講這件事呢? 在下篇留個言和我知道, 今集就跟大家看到這裏先。 我們下集再見吧! 拜拜!